新疆的新疆 新疆的新疆 整個新疆 在王震這個王岐土的殘酷的漢 統治下 殺了多少我們漢族 和我們少數民主的弟兄 可是 他唱出來的是 我駕著車過草原 到處是藍天田野和木群 我不說 誰唱的 1959年 所謂的西藏牌 現在很多人都知道這怎麼回事了 可是我們聽到的是 什麼禁住馬米站 洗衣歌呀 孟叉呀 孟叉呀 都是這樣的東西 都是歌手共產黨的 1988年 我這個人1984年 中國專家協會開這場大會 我都把代表讓給老民派做下 我都不願意去開會 可是88年 一些朋友跟我講 全國召開第五次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 不是要你去開會 到北京跟大家見見面去去遊樂 後來我就去了 去了有一天晚上 蓮花 在人民大會上蓮花 我沒那個高興趣 我當時跟江西省文殿 現在的江西省文殿主席 當時也是我和古華先生的 朋友的同學 叫陳世勳 很有名的 跟古華先生一樣非常有名 他寫了一個小書叫小鎮長的將軍 很有名的當時 寫了一個共產黨將軍在小鎮長落難 他都在全國小書講 我就跟他講 我說還要參加這個年黃會嗎 他說 怎麼辦的 來的嘛 身邊有幾嘛 咋的咋的也不唱也不跳 站會兒就得了 幾乎在人工業大會堂裡的大廳裡面 我們一些文藝界的代表和朋友們 興高載面 就推選一個人出來唱歌 你知道嗎 全中國的有名歌唱家都在哪裡 你們才可以選個實驗 才丹卓馬 西藏著名的歌唱家才丹卓馬 你知道他唱什麼嗎 1988年還唱北京有個金太陽 金太陽就躺在人民島上外面被人罵 他還在唱一個贊族人 贊族的歌手唱北京有個金太陽 我當時實在有點忍不住了 我就跟陳志祺講 我說 咱們能不能不停了 我說我也不相信 我們就走吧 我們兩個也說 我們就從人民島外頭去一個大廳 他站在中間場 我們大家圍著 我們兩個就像一個 什麼樣的 我一下子從這個圓心裡穿過去 不懈地看來 你走錯了人民島上 像這個人民遭受了多大的痛恨 你看 你才當著馬 一個富有才華的造作歌唱家 你在唱 北京有個金太陽 這個北京的金太陽燒烤 燒焦了多少人民 燒死了多少人的同胞 我剛才有一個東西沒有講 我在這裡補充一下 中共分裂了中國 中共再分裂中國 除掉我還沒有下節的這個分裂以外 我要告訴大家 我們中國境內的每一個民族都被中共分裂了 從漢族到威吾爾族到藏族 到內蒙古的蒙族 哪一個民族裡面 被有一伙馬列子孫之端 哪一個民族裡面沒有本民族人民 和統治著本民族的馬列教族 或者叫馬列黨族 在哪一個自治區的誤盤上 除了共產黨派取的漢人第一把手 黨委書記主任委員長之外 哪一個民族的自治區裡面 沒有擔任副主任 副書記擔任常委委委員的 本民族的馬列子孫 我來前一個禮拜 在報紙上看到了消息 西藏新聞界 作家 文藝家 代表團到紐約 通南廟集報道 西藏決定 再全部西藏 今天 每一個人一年集要花兩塊錢 全年的疫苗保險就 全部解決了 藏族人民的生活是全西亞人民裡面最好的生活 藏族人民罵他們是藏族 我說是共產黨分裂了藏族 在藏族裡面分裂出了一個馬列族群 他是和藏族人民相對立的 他是中國共產黨統治集團在藏族的統治者 這是我講的 要補充的一個部分 我剛才講到了製造共產文藝 提醒文化不安 不要小事著文化不安 文化是歷史的投影 文化決定了一個民族的生存和發展 中華民族我們中國三次被人亡國 可是別人用武力亡了我們 我們用漢人的文化統化了它 讓他們變成了我們的一部分 某人滅了我們的大宋 蒙古族成了中華民族的一部分 滿人滅了我們的大明 滿洲成了我們中國的一部分 靠使漢化就成了匪漢化之王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文化確確實是有它相當的優秀之處 而且我們的文化也不能簡單地稱它為漢文化 我們的文化是幾千年來 淋去了中國境內所有民族的優秀文化 而形成的中華民族的好文化 第一大共同派 消滅民間社會 製造社會派派 我請做問在座的朋友們 今天你們在溫國華這樣一個地方能夠來這麼多的朋友 我心裡是既感激又差一點 我知道有很多朋友還要來 可是怕攝像機對準了他們 你不要怪他 我特理解他們 他們很多人給我寫信 特別是今天那些牛 青年牛學生們給我寫信的打電話 都有 他們不敢來 我在多倫諾大學講演 他們能夠派人在講演旁的門口 登記誰來聽講演 我在英國倫敦政經學院去講演 他們能夠用意外發給劍橋的所有的 政經學院的所有的學生們 不准去聽講演 我在西級講演 西級講演 躺在火車帳邊上 他們能派十幾人在路上 亂指道路 或者說講演會去 你們今天能來 你們真的是很了不起 共產黨靠什麼東西 能讓人趴到這種地步 我今天說一句粗話 大家都要怪我 狗行千里 是使人行萬里 怕狗產黨 真的 是真的 因為共產黨製造了一個 礦物沒有的社會迫害 這個社會迫害的方法和手段 就是消滅人間社會 民間社會 因為自古以來 不論是中國還是外邦 它除了統治的社會以外 它有一個民間的社會 這個民間社會 黨的力量 統治的力量 政府的力量 上層人質的力量 很難進入 那是我們人民給自己保留 最後一塊自由的天地 那是我們人民為自己在小巷 身處留下了一塊喝茶水 聊大天的地方 可是共產黨 兩四九零以後把他們全都取消了 為什麼 兩個半個 一個半個 就是三個人那個小賣布 需要一個共產黨 任何一個工廠 企業 新聞 報紙 街道 居委會 都要有黨支部 中國共產黨不僅大的天下 中國共產黨統治了這個社會的角角落落 每一塊地方 它都讓陽光不能照射到 它都要陽光 緊張的害怕的躲藏起來 任何地方 在我們那個年代 討伐要大陸書記開介紹信 街會要黨委書記批准 整個民間社會被它徹底消滅 四九年前的一些社會鄉親社會 賢達人士 抓得抓 不得不善善 黨要不善 新的民間社會完全建立不起來 被黨意識控制 直到今天 你們知道報紙上有一個報道很有意思嗎 在香港 居委會已經成立了 每個星期三下午 香港的居委會要進行政治學習了 香港 1986年 廣東的一個市委副書記 請我致犯的時候告訴我 我們今天在香港地下的各界黨委會 都已經建立了 1986年 中共在香港的地下黨員 是八萬六千人 十年以後 我在海外的一家報紙上 又過了幾年 我從金尼奧路先生 曾經當過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的這個老先生的嘴巴裡知道了 好臉啊 你說的一點也不錯 一八十年代中期我們在香港就有八萬六千年等元了 大家看看今天該是多少 這就是香港回歸以後 自由變少了 民主沒了希望 消滅了民間社會 人民對最後的那一點點的自由 家常裡短的自由 就像美國電視鏡 我親愛的網友太太講的 嘎嘴巴的自由都沒有 民間社會被消滅了 有一個對比可以說的問題 秋景當年作為一個革命家被滿清卡的頭 中國當時的所有的民辦報紙上都說秋景不該殺 秋景是個女人 中國從來不砍女人的頭 只有吊死了 沒有把它砍頭的 秋景就是革命黨 他也是漢人 滿人不該殺 漢人婦女的頭 總而言之 我們的民間社會 包括我們的民間報紙 用了種種理由來指尊滿清皇朝 殺秋景是千不該亂不該 結果是什麼呢 四百個民間人士在杭州為他下葬 為了感覺老虎 一個跟他沒有任何關係的一個女人 捐出四摩土地為秋景下葬 全國民間建立秋景紀念會 更厲害的是 報告滿清政府說秋景要搞武裝暴動的這個 今天就說是通過了 瘋了 在民間社會的壓力下瘋了 給秋景行刑的三陰性信令 李忠悦自殺了 對不起秋景 他的領導 當時的 紹興 地方的這個知府 貴福山滿福 從此改名換些 不敢再出現在人間 當時的浙江巡服 張巡服 被滿清朝廷從浙江調到安徽 又從安徽調到山西 山西安徽兩省人民拒絕他來本省當巡服 這就是民間社會的力量 我請問直到今天為止 我們的胡錦他現在 要想叫誰去當書籍 你說這個地方的人 你說不問他在當書籍 你給我調到別的地方去 我問大家 敢不敢 不敢 報紙敢報道嗎 不敢報道嗎 我發現中國到了網上 只有那我的話 反正共產黨的官方網上 都說我是美屁股主義的走口 當然最近的某可不一樣 人們在網路上 在爭取一點點自由 要知道 這還不是爭取自由 這只是 我們在一個虛擬的網路空間 向共產黨爭奪我們一點民間社會的 年造被鎮魔槍決 張自欣被各斷的喉嚨送上刑場 第九年被槍斃以後被人蚕食 凡是被共產黨宣布為反革命分子槍決的人 家人不敢收拾 朋友不敢過問 還要開批判黨委 還要跟他鬥爭到底 年齡國家主席中共黨委的第二大手 劉少奇政局 劉套也寫大字報跟父親劃清界限 朋友們 直到今天為止 我跟大家說一句話 我自己的事 我出來這麼多年 我太太經常說 給大哥大姐他們打個電話吧 我說別打了 他們都不敢接我電話 我過年想給他們打個電話 從國內的朋友那裡傳來的消息 你不要打電話 他們是真怕 你不要打電話給他們 朋友們 我們海外的朋友們 從專制的中國大陸 來到加拿大 這塊民族自由的地方 來謾罵民族自由 在一個沒有人間社會的地方 走到了便是人間溫情的地方 來辱罵這個有人情的國家和土地 中國人 中國人 我的同胞 如果一樣的朋友們 我們的靈魂 是不是真的給流去 了 我講第二大問題的第二個問題 因為我講了中共對中國境內 所有民族的五大共同迫害 那我現在想簡單的說明的是 漢族人民遭受了這五個破案 少數民族也同樣遭受了這五個破案 我們少數民族的人民 經過起漢族人民所遭遇的這種大害 他們人少 他們弱勢 他們不是砸聚在我們中原內部 與漢人砸聚在一起 人數很少 就是在中國的邊疆行程 藏族、維吾爾族、內奴 這樣一些邊疆的少數民族 他們所佔有的地方的領土並不小 可是他們的人口少得跟漢族人不成比 當共產黨對漢族人民進行五大破案 對他們也同樣進行五大破案的時候 我們的邊疆民族 我們的少數民族 有難免的不能負擔之重 這是一 第二 我們的漢族 自古以來信仰自由 宗教自由 我們的族大、人多 我們各種各樣的思想 信仰 都可以並存 所以不存在這個宗教 不含那個宗教 那個信仰 來專制這個信仰 可對我們的少數民族來說 情況有點不一樣 大家知道 猶太人分散在世界各國 靠什麼東西把他們凌聚成猶太 猶太民族 這兩千年怎麼存在 就是因為有個猶太教 猶太教就是猶太民族的一個至高無上的文化 那個頭上蓋著小帽子 有聲之類 屁下的一兩千卷發動 我怕 所以 對於一個少數民族來說 比如說 藏族 七百年代 戰床福教 喇嘛教 就是喇嘛教 維繫了整個藏民族的存在 1983年我在青海塔爾治 看到那麼多的藏民 步行遷移脫勞帶少 一步一步的走到塔爾治來 全身俯伏在地下 被佛行大禮 在少數民族的許多的同胞當中 信仰超越生命 對信仰的共同意識 形成了對生命的共同感覺 你撐毀我的信仰就等於是要我的 對我們很多少數民族來說 對藏族來說 對威吾爾族來說 對猛族來說 還有許許多多的民族來說 你壓迫他的民族 要消滅他的民族 那麼最厲害的方法是什麼 就是壓迫他的信仰的宗教 摧毀他的信仰的宗教 摧毀他的信仰 他的民族就不能存在 我來前一天看到報紙報道 今年以來在西藏 第十個 喇嘛或女的 自焚 為了宗教自由 自殺在四川的阿爸地區 中共對中國境內的所有民族 進行了五大共同迫害 中共對中國境內的所有民族 我們所有的少數民族 沒有一個逃得掉 我剛才就說 少數民族經受不起 它靠信仰靠宗教來維繫整個民族的生命 來欺負自己個人的生命 可是中共對少數民族一樣的經濟 信仰專制和不害 我剛才前面已經講過了 根據馬克思維的信仰專制理論 對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宗教信仰 讓它存在是為了做反面教育 為了讓民人不輸我們禁止宗教信仰自由 可是為了實現我們的目標 我們夺制共產黨 我們必須消滅所有的宗教信仰 他們用對漢族各種宗教的方式來對到少數民族 大家都知道 中國跟尼布爾不寧靜 公元五八七年 我記得硬乾淨冊 尼布爾的公主 嫁給了西藏的當時的國王 就是宋章剛主 做夫人 她就是從尼布爾到西藏那個山口 西馬拉雅山口走過來 還帶著一個 純金的緊張 作相 從此 尼布爾到西藏的這一條路 被稱為西藏人民的朝聖制 在長大一千多年的時間裡 這一條路上除了大雪封山的時候 朝聖的人落意不見 可是一九四九年之後 就在這個朝聖的路上 在終極邊界上增長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港上 誰敢走這兒 誰就在他的牆下成為朝聖之國 一千多年的朝聖制度就這樣 在西藏的喇嘛寺廟裡面 喇嘛先要學習馬力主義 那都馬克思主義 要有共產主義信仰 你說他自己就是信仰 喇嘛叫你再讓他搞一個信仰 他怎麼能變成 在新疆 一個年輕人 他想渡可蘭間 冒作於越過邊界被打死的威脅 到中藥的其他維吾爾族國家就善 逃無民族的國家裡面去 就是為了多一度可蘭間 這種信仰不太可怕了 我們給藏族做一個個本 你們看看 不害宗教領袖 西藏就兩個宗教領袖 達賴喇嘛 給他被跑掉了 跑到了海外 毛澤東說讓他跑 他跑了就好了 他只要跑掉 我們就可以開始平息西藏的判官了 我們就可以開槍 西藏達賴喇嘛逃跑了 當天夜裡毛澤東知道電報 第二天 平叛開始 第二個西藏領袖 就是班禪 清海的藏人領袖 當過人大副委員長 他因為看到 中共在 藏族是怎樣迫害他的人民的 他寫過千萬年書 上迫 上述中共中央 1989年3月14號 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而死 1989年3月14 15號的 所謂 被藏人的 第二份判斷 就是因為他的死 帶來的 到今天為止 我不想說了 他的死還是一個謎 第一 破壞宗教 第二 破壞藏人知識分子 大賴喇叭 大賴喇叭的老實 三人不得脫切 就是在1958年被 軟禁被關起來的 要藏人批斗他 六個喇叭 為了不批斗他 自己自封而死 你說 藏人可憐嗎 藏人愛喇叭 不愛馬列嗎 你說一個姑娘我愛你 我給你穿青帶銀子 我帶你遊紐約 鵬鵬鵬鵬鵬 他說我不要 我就是喜歡辣麻 你怎麼辦 這是他的信仰自由 是他愛的自由嗎 西藏原來有辣麻寺廟 兩千六百余宗 從1956年 宗教改革到龍華大革命 毀掉一千九百宗 青海塔爾茲 我剛才講的大金瓦茲 1958年被共產黨抄家抄走的財保經營 值189.9萬億 少數民族的宗教實施被破壞 在這樣一個信仰和宗教專制之下 你讓它能不反抗嗎 除掉的信仰專制 宗教不害 讓我們的少數民族 又不能承受之重以外 還有 對少數民族進行階級鬥爭 就是政治不悍 就是民族不悍 對想自治的少數民族 真正的自治的少數民族 虛假的自治 就是政治不悍 今天你在漢國人民生活的地方 搶搭了一個草場 摧毀了一個村莊 漢國人民不會說 是中國搶搭了我的財產 你在內蒙古的草原上 去破壞草原 去搶奪金礦銀礦銀礦銀礦 猛族人民就說你是民族掠奪 你還要去掠奪起來 連商量都沒有 牆也沒商量 他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樣的 中共對 漢國民的五大部隊 對我們的少數民族 完全一模一樣的實現者 他消滅了漢族的民間社會 他也把少數民族的民間社會給消滅了 在每個少數民族裡面出現了 本地本族人民的 共奸集團 就是馬列子晨集團 今天 這個問題本來我要多講 由於時間的關係 我想大家多認解 中共對中國經歷 跟各種人民的五大共同迫害在少數民族上 一樣的不少 但是在每一個少數民族的眼光裡和心靈裡面 他的感覺是跟漢族不一樣的 他不說共產黨迫害了你 他說漢人破壞 他不是共產黨 破壞了我的家園 他說中國 破壞了我的家園 他分不清 當然 我不否認 也有少數人生不分清 分不清和不分清是不一樣的 我 實在不願意在這樣一個場合 來批評一些要走出中國 尋求猛毒藏毒圍毒降毒的少數民族的朋友 我平常 不論誰給我很多的更天和性戒 我基本不堪 我為什麼不堪 我對我太太和孩子都說了一句話 你好聽話聽多了 你就會高興 你高興多了你就會得意 你一得意就忘形 你一忘形就會完蛋 我們只是一個普通的人 那些東西就把它看作是別人的安慰和鼓勵 我不要去看 可是我看過兩個到三個更天 我流了眼淚 我太太當時的眼淚就喘了 這兩個更天 還有相同的更天 都更天在大紀元有相關我的一些文章和報道 他們這樣說 生活在祖國血域高原上的佔領 祈求三保 保佑您 保佑您的天客 生活在祖國新疆維吾爾地區的青年大學生 欣賞你的中華民族的民族主義的健身 一定合理共同建設我們未來的民族統一中國 真的牛眼淚了 這是別人送來給我看的 要我看的 那就說明我在海外 我是誰都不見 我這個人沒有參加過任何組織 沒有見過任何團體 我一次連共青團共產黨都沒有參加過 我在海外也一樣 甚至有少數民族的領袖 要人打電話來 要我見面 我都退不脫掉了 可是 第一 不能說明我心裡不懷孕我的少數民族同胞們 因為我和他們是同命的人 第二 不能說明我 因為我沒有在海外參加他們 在海外的一些要走出中國的活動 我國內的藏人同胞 為人同胞 某人同胞 他們就不理解我 不!他們理解我 我覺得我們少數民族有多好的人民 我們有多麼好的少數民族 漢族人沒有對不起你們 中國人沒有對不起你們 中國的漢族人民 中國的維吾爾族人民 中國的內蒙古人民 中國的藏族人民 中國的大小良上的人民 同樣受到一個共同的迫害 就是馬列子孫集團中國共產黨對我們各種人民的迫害 我唯一的呼籲和希望 分清少數民族和漢族 分清少數民族和中國 我們都是中國的西藏人 我們都是中國的漢族人 我們受到了共同的迫害 我們都有一個共同的民族解放 民權解放和民生解放的大問題 如果我們的少數民族我們的漢人 包括我這樣的漢人在座的朋友們 我們都意識到我們和所有的民族的同胞 都是同命運的話 我們還能夠說 他就想背叛我們的中國 他就想破壞我們漢藏關係 我們不能這樣說 我們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分裂 但是我們同情所有的跟我們一樣的 有著痛苦命運的各種人 今天我為什麼要說中國分裂的危險 大家都知道 戰族的問題已經國際化 西藏問題已經國際化 我不能批評我們藏族的朋友們 但是我們要知道 它已經國際化 這是中華民族的悖愛 中國的悖愛 是漢族也是贊助人民的悖愛 今天 新疆問題在堅銳化 我也不想多講 今天 內蒙古民族的多力訴求正在上漲 特別是末日跟事件以來 漢族欺負了蒙古人 掠動了蒙古民族的自由 我今天也不想講台灣 兩面分裂是共產黨分裂的 1945年我們的寶島台灣 由於我們中國人民看戰為國戰爭的生意 它被我們遣回來了 回到祖國的懷抱 49年以後 兩岸又分割了 一個中國變成兩個制度 兩個中國 一個中國變成一中國表 不管有沒有九二公司 但是 我還是忍心地說一句話 我 一個中國的普通文化人 一個中國的普通知識分子 我來海灣17年 因為寫了一本書 都給我回國 可是我很樂趣 前15年 我從來沒有擔憂過 台灣會分裂出去 台灣島真會走出中國 我從來沒有擔憂過 16年前我曾經接受電台採訪 我說過一句話 我說你們不要擔心台灣同胞 不要害怕 我說中共死也不敢打 要死了才有可能打 打了就死了 我這句話長了16年了 說明我多有信心了 台灣你走不了 中共也不敢打 可是我告訴大家 這兩年來 我是不斷地在內心裡難過 很痛苦 告訴我的妻子 告訴我的兒子 台灣恐怕要回不來了 維持現狀 哪一天是個盡頭 我剛才講了 你們以為中共想統一台灣 中共只想它的黨一統中國 我為了說明我的擔憂 我報應幾句話 幾個數字給大家寫 1992年在台灣 承認自己是台灣人 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的人 只佔17.1% 今天二年六號 《世界日報》中刊 《台灣聯合報》的著名中刊 《世界日報》 陳時耀先生的文章 報告台灣民調 現在台灣人 說自己是台灣人 而不是中國人的 已經生長到52.4% 這是一個數字 第二個數字 在台灣 希望中國統一的 今天只佔7.1% 即便是在條件 也就是中國到了民主以後 也不希望中國統一的 台灣被中國統一的 佔67.8% 三年來 佔了數倍以上 前不久台灣民調 要求台灣在政治上 在政治上跟中國分離 永久分離的比例 在台灣佔了52% 已經超過一半 你作為一個中國人 你心裡沒擔憂嗎 你真的一點擔憂都沒有嗎 何況 同文同種的台灣 都要走出中國 都有可能走出中國 那不同文不同種的藏族 維吾爾族 蒙古族 如果台灣走 我們的渡西也被人挖走了 成了別人打我們就跳的 我們的內蒙古走了 我們的文化族走了 我們的新疆走了 我們的西藏走了 我告訴大家 整個中華民族 中原地區的所有的民族和人民 連水都沒得喝了 我們的土地會損失一半以上 我今天不是講這個主題 我只想講一份中國人應有的當憂 如果我們還不能夠逼迫中國共產黨 去真正的實行民主改革 如果我們還不能摧毀這個專制統治制度 就是承認既成事實 朋友們 我們已經維持了62年的現狀 難道在座的朋友跟我都希望維持620年的現狀嗎 那還叫維持現狀嗎 台灣問題難道真的像某些台灣的領袖們所說的 解決台灣問題必須由美國、中國、台灣三方共同解決 像台灣的某些領袖說的 台灣問題必須由美國、日本、中國和台灣來共同解決 也就是說我的加入時必須由別人來幫我解決 朋友們 這都是報紙上一再地出現的報道 難道在台灣 真的是 有時、何中、輕美、有日、何中 如果把這三個東西順一下 那就是輕美、有日、何中 你們說跟誰最好? 親是第一號 有時第二號 和就跟我們互相不打 和哪個中呢? 不是一種個表嗎? 你叫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叫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簡稱都是中國 你何中?你中國跟中國和嗎? 台灣要大選了 中華民族唯一一塊能夠民族自由進行政黨選舉的地方 我不想批評任何人 不想說任何一個黨的不好的話題任何意見 我只表達一個中國人 一個有良識、愛中國的普通知識分子的擔憂 台灣,你不要走出去 心臟、淚漠、現場、威吾爾 都不要走出去 讓我們大家斜起手來 渡過一個危險和危機 這個危險和危機 就是分裂的危險和危機 這個危險和危機 已經發生在發展 以及相當危險 何況我們還要面臨一個不可抗拒的 民主變革風暴 我們必須要求我們自己和我們的各國人民 各地區人民 要在這個風暴來臨的時候 要天下不會打 國家不容分裂 絕大多數的共產黨人都講 共遮罪 不要把民主變革當作你的死 要把民主變革順應民主自由潮流 當作你重生的機會 這樣 我們才能幫助自己的民主和祖國 共同地來度過這一場危險和危機 讓中華民族真正所向民主統一 至於我們究竟怎樣去祝福它 我們如何的群策群立 請我們的國人的選擇最好的辦法 請我們的台灣新疆內容西藏的人民 一共共同來解決共產專制制度 我想 那就是我下一場要講的內容 謝謝大家